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梨和生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得到 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干燥 经常会觉得口干舌燥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会买上一些雪梨回来 吃上一点雪梨,拜拜火 而且这个生姜也是大家做饭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品 做饭的时候经常能够用得到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雪梨和生姜放在一起 简单一做就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操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碗清水 然后把雪梨和生姜先用清水清洗一下 用清水把雪梨给它打湿 然后往上面撒上一点盐 用食盐把表皮搓洗干净 雪梨的梨皮一般都比较厚 所以很多朋友在吃的时候 习惯性的会把它去掉 但是梨皮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Keyron Fee还能止蟹 拉筑子的时候吃上一点梨皮 还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所以日常吃梨的时候 不建议把梨皮给它削掉 尤其是小孩子吃的时候 最好是给它带皮吃 用盐像这样搓洗一会儿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生姜的表皮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清洗干净 生姜的表皮具有消水肿的作用 对于治疗风含感冒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而且姜皮还可以改善手脚冰凉的症状 做进血液循环 所以我们在清洗生姜的时候 一定要把表皮清洗干净 千万不能把表皮去掉了 而且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生姜的表皮是凉性的 它的果肉是热性的 两者结合在一起吃上 对身体才是最好的 把生姜的表皮清洗干净以后 放在一边 先把梨对半切开 然后把里边的梨盒给它掏出来 掏出来以后把它对半切开 对半切开以后 切至薄一点的片 切的时候尽量切得薄一点 切得越薄 煮的时间越短 而且更容易入味 把梨切好以后 放进盘子里边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再把生姜 也给它切成薄片 切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切 生姜比较硬 比较难切 因为它里边还有很多粗纤维 所以切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切 别切到手了 切好以后 装入盘中备用 砂锅里边 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把雪梨 还有生姜直接倒进来 盖上盖子 用大火先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 往里边加上几块冰糖 冰糖具有滋液液肺 清热除燥的作用 冬天的时候 要适量的多吃一些冰糖 然后再往里边 加上适量的枸杞 搅拌均匀以后 盖上盖子 煮上20分钟左右 冬天的天气非常寒冷 又非常干燥 这个季节 家里的老人 还有小孩 特别容易感冒 尤其是小孩子 一感冒就会发烧 日常的时候 把这几种食材 放在一起煮 煮出来的汤 非常的有营养 而且喝起来 也是特别好喝 20分钟左右 就煮好了 煮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 把随意的食材 全都准备好 倒进锅里边 煮一煮就可以了 煮出来的汤汁 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好喝 全年老少都喜欢喝 而且喝的时候 趁热喝 口感非常的香甜 尤其是非常冷的时候 喝上一碗 既能暖身 又能暖胃 常喝对身体非常好 而且制作方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给你收拾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 就在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花儿厨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